歡迎收看健康新知你給我30分鐘 我給您健康醫生 你有頭皮屑的困擾嗎 我相信很多人都深受頭皮屑之苦 每一次剝頭髮的時候 看到那紛紛落下的白色雪花 就忍不住想問 為什麼會有頭皮屑 該如何來改善頭皮屑的問題呢 今天專家來告訴我們 如何拯救我們的頭皮 發出的呼救 很高興為你邀請到的是 台醫院皮膚科曾德鵬主任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曾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頭皮屑怎麼辦 今天教我們救我們一下 真的有時候穿像深色衣服 我不穿黑色衣服 就會覺得說落了幾片雪花 就覺得有點尷尬 對不對 那如果片片雪花大片落下的時候 那不就很糗了嗎 沒有錯 這個其實頭皮屑也是一個困擾 而且老少都會有的問題 都會有 那就是可以把它講成 它像是一個文明病了 其實頭皮屑就是等於是頭皮上面的一定的發炎性的表現 所以才會造成有頭皮屑 所以有頭皮屑就是有發炎 頭皮有發炎了 那所謂的發炎的話 到底是從哪裡而來的 一些是從內在的 一些是外面的一些因素所誘發的 所以最基本的概念是說 我們什麼叫做一個健康的一個頭皮 我們再來聊到是說這些發炎性的一些疾病 所謂的健康的頭皮就是說 應該頭皮看上去是要清澈的 這個毛囊的根部是要乾淨的 分明的 分明的 對 其實我們的毛的底下其實都有所謂的皮質線 每個毛囊底下有這個皮質線 這個皮質線它會冒油 這個冒油 它冒油的話其實就會要提供 提供我們這些所謂的有油才能夠保濕 所以說不是說油就一定是壞東西 今天我們如果沒有這些油的保護的話 其實我們的皮膚的保護屏障是脆弱的 所以我現在是要講說我們失去了一個平衡 當失去了這個平衡 當油冒得過於旺盛的時候 這些油呢 這些油脂這些皮質線 其實就是我們原本在頭皮上面的 這些菌落的養分 了解 最常出現的我們叫它叫做皮屑牙包菌 所謂的皮屑牙包菌 它原本就是在我們頭皮上面 那這個頭皮上面就是 它平常是我們的共生菌 我們不可能把這些菌落讓它完全的乾淨 都完全沒有 它其實是在跟其他的菌落互相的一些 所以它是一個和平共存的一個環境下 Yes 那其實我們的油脂裡面其實需要有油 我們這些油脂裡面其實也有一些抗發炎的物質 其實有油我們才能夠保濕這些等等的 但剛剛提到當這些油過於旺盛的時候 這些皮屑牙包菌 或是這些所謂的原本的共生菌 它原本在吃它的養分嘛 最常見到我們家耳熟能響的我們叫它叫三酸乾油脂 Triglyceride 三酸乾油脂也就是三個酸 這些所謂的共生菌 皮屑牙包菌它就會喜歡吃掉二酸 它所剩下的這一個酸叫做油離脂肪酸 它就會產生所謂的頭皮的發炎 所謂頭皮發炎 所以頭皮上看去就會有開始有泛紅 開始會有下一次會覺得癢 那可能就會有所謂的頭皮屑的產生 那剛剛我們主持人有跟我問到說 頭皮屑真的是只有在某個季節嗎 還是一年四季都會有 其實一年四季都會有 所謂的都會有是在於說 夏天其實是說新陳代謝比較旺盛 我們油脂分泌的比較多一點點 這時候是比較會油油的 這些可能會這個油這個皮屑會 掉在頭上的 就黏在這個頭皮上面的黃黃這些叫做 就是比較油脂性的頭皮屑 但是在了冬天也有可能比較過於乾燥 因為它缺乏了一些油脂 然後頭皮的我們的這個頭皮的代謝 角質的代謝 變成了乾乾的這種小片小片的頭皮屑 那這些頭皮屑其實就是不分季節的 但它其實是外界的這個 所謂的溫度的一些改變 那內在的是什麼問題 也就是像熬夜壓力 生活的習慣油炸的食物吃得太多 所謂的含有這些像花生 這些筋果類的東西有時候太多的話 也會誘發刺激我們的這所謂的油脂 還有一些發炎性的這些 這些酸類 Arachidonic acid 這些酸類就會造成發炎 頭皮的一些發炎 所以當我們在所謂的控制 這些頭皮屑的症狀的時候 剛剛在這邊有看到 所謂頭皮屑的症狀 上面有一顆一顆這樣白白的 有些是會在毛囊的附近有這些黃黃的 就是一塊一片 對 那有些是非常的細小的 像乾乾的像這樣的頭皮屑 所以其實頭皮屑 對 其實頭皮屑 有很多不同種的性的頭皮屑 這邊看到是有油性頭皮屑 也有所謂的乾性的頭皮屑 了解 那油性跟乾性的頭皮屑的話呢 在於說我們的控制上面 要怎麼去做控制 那比較嚴重的當然還是要 我們要選對所謂的洗髮精 這洗髮精呢 第一個我要能夠控油 對 第二個要能夠控菌 那我剛剛忘記提到了 其實為什麼有這個基底在 有些人是屬於天生形態 所以基因形態還是比較容易 會有所謂的 這個所謂頭皮屑的泛油泛 但是我沒有辦法去控制你的基因 這一塊 所以我們能夠試著去控制的 是能夠控油 我們能控制它的菌落 我們不是要殺菌 我們是要控菌 讓它能夠回到一個平衡的 一個狀況出現 所以說我才會建議 其實每一天都應該洗頭 那其實有些時候會嚴重到 很嚴重很嚴重到 其實有可能發炎到 可能會落髮 那到了落髮以後 這是最嚴重的狀態了 就大家想像說 如果這個農地 如果不健康 長在上面的稻子 其實也撐不住了 那像這樣這麼嚴重的狀況 有些人就害怕了 糟糕了 我一洗頭 會有更多的頭髮落下來 所以就不行 它就不敢洗 當你不敢洗 就又更變成惡性循環 所以惡性循環是說 它不洗了更發炎 更發炎這個菌落 它更旺盛 這更糟糕了 到這個時間點 基本上還是要回歸一個 基本的價值 就是每一天都應該要洗頭 尤其是你頭皮屑多了 不管是乾 不管是油 也更應該洗頭 第二點是 真的有到發炎的狀態 所謂的發炎的症狀 剛剛有講到是說 會有發紅 會有所謂的發癢 會有所謂的 有些說會有燙燙熱熱的 甚至到所謂的毛囊炎的產生 這個時候一定要尋找 專業的皮膚科醫生 他要先對症下藥 先把你這個先控制下來 但平常的一些照護 其實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選對洗髮精 真的很重要 沒有錯 選對洗髮精是在於說 其實我都會建議 每個人有兩組不同的保養品 不管是保護我們的皮膚 臉上 頭髮其實也是的 一個是 今天我的皮膚 我的頭皮可能是中性偏油 我可能是中性偏乾 對 第一點是我中性偏油的話 我的洗髮精上面 就比較能夠控油 控油的概念是在於 它裡面的成分 可能含有水洋酸 可能含有一點酸性 抱歉 可能有一些酸性的物質 它能夠把這些角質 把這些油能夠控制住 了解 好 那另外一些成分 就是要能夠控菌 所謂的殺這些 控制這些所謂的皮血牙包菌 所以說 像最常見的就是說 它有些成分 是能夠直接殺黴菌的 這些成分 OK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如果說我是屬於中性 中性偏乾的話 那我可能在 所謂的洗髮精上面 我可能就要有 比較多保濕的一些成分 裡面可能會含有一些乾油 會含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抗發炎的肝草四酸 這些 我不管是發炎 抗發炎 還有是有保濕的成分等等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所謂 要有中性的洗髮精 今天我不會 今天控制上去 比較沒有那麼油了 我就用中性的 就用中性的 我如果再繼續一直控油的話 可能會把自己皮膚洗到 太乾了 太乾了 對 剛剛講到季節的變化嘛 對 在夏天容易泛油 到了冬天又可能稍微偏乾了 所以說建議在保養品上面 就要有這樣改變 那你們的皮膚科 有幫人家測我的油 我的 我是偏中性 或是中油或是中乾的嗎 對對對 有這樣子 還是自己就可以測了 自己就可以感覺得出來 其實呢 尤其是每天人都在改變 今天我只要昨天熬了夜 睡不好 昨天吃得比較油炸 可能未來的幾天 可能就會稍微比較泛油一點點 壓力大 對 那當然自己要感覺到 像我們看到頭皮屑 它是比較能夠 比較黃黃的 比較黏黏的 比較卡在頭皮上面的 這當然就比較偏油嘛 今天我如果拍一拍 這頭皮屑是很小很小塊的 小片小片的 拍拍拍拍就拍掉了 這所謂是偏乾的嘛 對不對 那我剛剛提到的是說 像滋肉性皮膚炎 但是還是有一些疾病 在頭皮上面也會同時發生 它可能也會有這個所謂的 類似像屑屑的一些產生 我們叫它叫乾癬 所謂的乾癬 乾癬它就屬於一個免疫性疾病 所以不只在手身體上 在頭皮上 對 皮膚也會乾癬 所謂的乾癬乾癬 其實它講的第二個這個癬字 它其實是不會傳染 它不是因為黴菌所感染的 它是 另外的講法是 我們在內地 我們是叫它叫做 叫做銀血病 因為看下去就是會 會一塊一塊的這種 就角質的脫血 對 但它的這個角質是比較沒有像 這麼簡單被拍掉的 它跟皮膚 比較沾連的比較緊一點點 它在頭皮上面也會有 所以說 當你頭皮有像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前提之下說 還是希望能夠尋找醫生 做先做一個確定的一個診斷 因為以所謂的乾癬性頭皮的話 它一開始的表現可能會很類似 所謂像滋肉性頭皮炎 像頭皮屑 但是後續呢 它身上就會感染一塊一塊的紅疹 所以你還會問它 你其他部位有沒有一些問題出現 非常好 沒有錯 頭皮身上清脹 還有呢 那為什麼要這樣積極的治療 是在於說 如果是全身性乾癬的話 它是免疫性疾病 比較嚴重的話 甚至到所謂的乾癬性關節炎 它的這個關節 它都會有所謂的變形 變形會影響到 所謂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機能上面 功能上面 所以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皮屑 頭皮屑的這個簡單問題 醫生看了更多的是 身體的不一樣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到 這類的所謂的頭皮性上面的 比較類似像頭皮屑 像植肉性皮膚炎的一些疾病 疾病說正確的診斷 我們才能對症下藥 但是在治療上面的話 當然生活日常生活的保養 靠自己 治療上面它主要的話 像舉例說明這邊有看到 有一些在去屑的 它裡面的成分裡面 就是有去屑的效果 它有沒有在控制一些 所謂的一些皮脂腺 它有沒有在控制 所謂的一些毛囊炎 這些等等的 其實並不是說 哪一個一定特別好 但是要看你的 當下的這些皮膚的狀況 比較適合 哪一些的一些成分 這些等等的 那這邊有提到是說 避免 包括像我們油性的 這些頭皮 頭皮屑的話呢 我們就要尋找要控油 我們要能夠抑菌 這些狀況 能夠抑制這些所謂的 把菌落擋住了 把菌落平衡了 把油質控制住了 我就能夠回歸平衡 接下來如果是屬於 乾性的頭皮的話 它皮膚已經太乾了 對 你不要再用太熱的水洗 當你太熱的水洗的話 就會把油質能夠洗掉 所以洗澡的水溫 也是一個問題 對 沒錯 沒錯 那剛剛提到說 像比較乾性的話 是比較容易在冬天出現 對 乾性的頭皮屑 但這樣的話 我們的洗頭的溫度 上面水的溫度 就不要太過熱 好 減少它的刺激 還有注重我們頭皮的一些保濕 那頭皮老師大家比較習慣是在於說 皮膚上面就是要擦乳液 大家比較沒有概念是說 其實頭皮也是需要做保養的 其實當我們頭皮健康 我們長出來的毛才會健康 就像農地健康 長出來的稻子才健康 對 之後我們要保護我們的頭髮 我們也才能夠 頭髮要論它 頭髮能夠滋潤 我們也才能夠保護我們的一些 頭皮的一些概念 因為我知道很多坊間 太多琳瑯滿目的保養頭髮的東西 尤其不管洗髮精 潤髮乳 保養膜這些的 可是很少聽到頭皮的 頭皮的沒有錯 因為一般都是髮根 髮根 對 大家只覺得說我看到的東西 是我們頭髮已經長出來是髮根 那髮根沒有說是呈現出來的 但是這個是治療到後面的標 它沒有到本 所以治療本是在於說 為什麼我頭髮後面會分岔 那有可能會不會是一開始的頭皮是不健康的 長出來的道指就是不健康的 所以說那剛剛提到一些二度的一些傷害 譬如說我常常在染髮 我又燙髮 這些等等的也會增加頭髮的破壞 因為它熱 它非常高溫的熱 沒有錯 而且它的那一些化學藥品 化學成分 最主要是 沒有錯 把我們的保護層都會破壞 都破壞掉 當我們的頭皮一破壞掉了以後 那後續的問題就出現了 包括我剛剛講到的頭皮屑 包括講到毛囊炎 不只頭皮屑毛囊炎 因為毛囊炎的話 我們大概意象中 大概都所謂的細菌細菌型的 了解 其實頭皮上面也有可能有 所謂的黴菌型的一個毛囊炎 所謂的黴菌型毛囊炎就是叫頭癩 那頭癩的話 其實在現在稍微比較少見 比較少了吧 比較少見 但是大概是真的是清潔比較 清潔不好的概念 那所謂清潔不好的概念是說 是在於說 這邊有一些圖片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毛囊炎它的底下的 這個所謂的毛根的部分 就會有一顆一顆的小黑點 那所謂的小黑點的話 它就會看上去 它就是所謂的一個險的狀況 那所謂的險的狀況在治療上面 就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因為它是整個是抱住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毛囊的根部 所以等於扒住了 把它包圍起來了 對它把它包圍 裡面很多很多的所謂的報紙 很多的報紙 然後這些所謂的頭 就是我們叫它叫做 叫做頭瘡 或者叫賴粒頭 那我直接講這是比較少見 現在比較少見 以前很多 對對對 現在大家的清潔 稍微比較好一點點了 那比較少見是在於說 大家比較 因為清潔上面做得比較好 但是更嚴重是在於說 這個嚴重到很容易會造成 頭髮就不會再長出來 脫落了 是整個脫落下來了 那所以說照相的治療的話 這蠻嚴重的 對對對 我們就會 可能要把整個毛根拔起來 做一下這個化驗 就在顯微鏡底下看看一下 或是說我們要刮這個 在這個毛囊附近的這些皮屑 要做一些像這樣的一些化驗 所以它的菌種會很複雜嗎 還是說 其實還算蠻單純的 還蠻單純的 只是說它的治療上面 會比一般的所謂的毛囊炎 來的辛苦一點 是在於說 它的這個菌落 整個都是卡在這個毛根的部分 或者是說 有些已經侵入到裡面 到毛髮的裡面 也會有這樣 所以現在還有一些 新的一些 一些檢測的方法 包括用五四燈 這個燈的話 它如果在這個照射底下 把燈光關掉 用五四燈一照 它上面就會有這些 照頭皮嗎 一些螢光的 對對對 其實在提顯上面 可以用五四燈一照 一照的話就會有很多 這個所謂的 會顯出來 對對對 會有這些光線的這些產生 我們會做一些 拔髮治療 對 但拔髮治療是非不得已 因為為什麼 所以把它那一區的頭髮都拔掉 有這個機會到很嚴重 必須要這樣這樣 但是這樣的主要冒的風險 是在於說 這個毛可能就不會再生長了 就凸了耶 有機會 所以說這是到了很嚴重的狀況 這是非不得已 才會做到這樣 才會做到這樣的 我們是為了要讓能夠 藥物的穿透性能夠比較 比較進入一點點 不然它卡在那邊 你藥差了 沒辦法深入到底層去 沒有錯 沒有錯 有些時候甚至需要到 口服到一些抗美菌的 一些藥物 這些等等的 這些是比較嚴重的一些 一些頭部的一些 那為什麼它會得到頭血呢 剛剛提到是說 可能就是真的是不清潔 有些人不清潔 而且包括是說我們剛剛講到 滋肉性皮膚炎 它就嚴重到它不敢去洗頭 不敢去洗頭以後 就後來一直累積累積累積 那些環境就造成菌的滋身 跑到這個裡面去 所以說這邊提到的是說 要有良好的一些衛生習慣 不要與別人共用梳子和髮夾 然後有些是在於說寵物 在寵物的部分 有些寵物身上其實也有這些險 有些東西就 狗狗啦 貓貓一直抱 一直抱一直抱 它就這樣就會傳染過去 這些等等的 是 那另外還有常見到的一些 頭部上面的一些感染的問題 包括像頭濕 那頭濕我只是講 現在也比較少見 對 但頭濕的傳染率其實很高 也不是沒有見到 其實在門診上偶爾還是會看到 其實大部分還是在一些 噱頭上面 那噱頭上面 其實孩子們常常會玩在一起 抱抱 頭髮剝一剝 這樣碰一碰 這樣就會傳過來 這樣就會有機會 那頭濕的治療上面 這邊有看到 其實頭濕就是像這樣子 一個小小的寄生蟲 這寄生蟲它會抱著你的頭髮 它抱得很緊 所以當我們在看的時候 它這個裡面 它就會又會有殘卵 殘卵它就會在這頭髮上面 就會有一顆一顆的卵 那我們在看的時候 要治療的時候 其實檢查上面 其實看就會看到 這些很多小蟲蟲了 它有些時候是 它是肉眼可以看得到 這些小蟲蟲 所以你用放大鏡就看得到 用放大鏡 放大鏡就看得到 其實有時候肉眼就看到 有小小東西在爬來爬去的 這個東西放到 放到所謂的顯微鏡 當然是更加的明顯 在治療上面的話 就是要所謂用這所謂的密疏 密疏這個疏子 所謂的比較密的這個 它疏子它的這個 一根一根的這個 比較密集 它的間隙都是很密集 比較密集 那我們就會用這個疏子 去沾這個所謂的藥水 在頭皮上面 把它梳頭髮 當然啦 最根本最快的處理方式 就是把頭髮剃光 把頭髮剃掉 我們直接就可以這樣乾淨了 真的嗎 因為這個蟲子 就特別容易抱著這個毛 沒有頭髮了 沒有毛髮 它就不會了 就整個處理掉了 然後當然處理 就是把它剃掉了以後 當然還是頭髮 頭皮上面還是要 做一定藥物的治療 做清潔 對 那在身體其他地方 包括在婚姻部 也會嗎 有毛髮的地方也會 這些等等的 其實最簡單的處理 最徹底的處理法 就是把毛髮剃掉 但是很多小女孩 你把頭髮剃掉 心靈上面的打擊很大 所以說這時候 就必須要用這所謂的密疏 我們去沾像這樣子的藥水 把頭髮上面這樣子全部 那也只有醫生能做這樣的治療 還是回家可以做 家裡可以 那一天要做幾次 一天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說我們會開立 醫生這邊會開立一定的藥水 他回到家裡去 他用梳子 又沾這個藥水 把頭皮從根部的地方 一直往下梳 在頭皮上面放置大概30分鐘 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再把它洗掉 那每天這樣連續做一個星期 基本上就OK了 當然基本上我們一些 環境上面的一些衣物 枕頭巾這些的 都要天天清洗 一定要做清洗 對而且它要加熱吧 沒有錯 沒有錯 要加熱到60度C 沒有錯 要加熱到60度C以上 第二點是說 比較親密的一些家人 比如說或許他的症狀還沒有出現 對 但其實他可能只是只有卵 所以有所謂的蟲卵在那邊而已 所以比較親密的家人 建議還是一起 來做一定的治療 否則我治療好了 他沒治療好 後來就是還是會有很多的交替 不用口服什麼 基本上是不用做到口服 把那個菌腫殺掉 不用喔 我們如果有做到好好的這些 所謂的治療的話 然後清潔每天要做好 對 對 清潔要做好 那接下來還有提到的一些 像一些其他頭部 比較容易看到的一些 我剛剛除了剛剛講到的 所謂的頭癩 還所謂的皮膚頭皮的一些乾癩 還講到頭皮的一些 所謂的植肉性皮膚炎 這些等等的以外 還有一些所謂的 皮膚的一些惡度的一些傷害 那惡度的傷害的話 可能會因為說戴帽子 所謂戴帽子 像現在我們很需要 帽子也算傷害嗎 傷害是在於說 我們帽子沒有去做一些清潔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 我們很多人會需要戴安全帽 那安全帽呢 尤其是安全帽 有時候是擺在外面 擺在外面 下雨大雨淋了以後 淋了以後 然後隔天要直接戴起來 這是不對的 這安全帽也要做清洗 基本上我的內襯 也需要做改變 還有就是戴這個所謂的 不用戴安全帽 就是一般的這個帽子 壓繩帽 這些帽子 也必須要做一定的 定期的一些清洗 因為這些帽子 其實都是所謂的這些菌 這些耗泛的一些 滋養的一些空間 所以在你的診間 你看過很多這種 頭皮的問題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落髮 這件事情 是讓人很不能接受 因為不就是一個皮膚病而已 為什麼會弄到 我的頭髮會掉落 那就是你的土腦已經壞死了嗎 沒有錯 所以最後最壞的下場 那就是掉髮了 對 沒錯 所以說 剛剛提到的是說 像因為我剛剛講的 大部分都是所謂發炎性疾病 都可以控的 沒有去治療 沒有可以控的 沒有去做治療的話 就會造成了所謂的 弱髮的表現 沒錯 因為我們頭髮還是有它 一定的所謂的生長周期 其實頭髮不是一輩子都 一根是一直長一直長的 這回到頭髮的最基本的 生理周期的一個概念 頭髮有所謂的 所謂的生長期 所謂的平衡期 也就叫做所謂的 休止期和落髮期 那像這樣的 它走到這樣 從開始生長期 大概是四到六年的時間 之後所謂的 稍微休息一下 之後開始再做退行期 之後再來所謂的落髮期 那像這樣的概念是在於說 85%的是在生長期 5% 10% 是在這所謂的 退行期跟所謂的 落髮的這個狀況 所以頭髮不是一輩子都在生長 那我們要先了解到說 今天我們落的頭髮 是不是已經超過我們 應該正常的生理周期 所以正常的生理周期 一天掉個100根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今天大家擔心到說 自己落髮落髮好像很嚴重了 就不敢去洗髮 那你兩天 就可能兩天取防髮的時候 稍微會戳得比較 稍微大力一點點 可能一下掉個200根 你就嚇到了 三天洗一隻頭髮 就掉個300根 那更嚇到 又會造成後續的一些壓力的 一些情況的一些表現 這些等等 所以說 在我們注意到落髮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到說 什麼叫做一個正常的 一個生理周期 還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有可能增加這所謂的 落髮的一個表現 剛剛提到的一些壓力 飲食的一些習慣 感染的一些產生 生理周期的一些變化 舉例說明一下 有些人因為懷孕了 對 媽媽懷孕了 荷爾蒙分泌 對 荷爾蒙分泌的一些改變 這也會造成所謂的落髮 那通常落髮 你今天落髮了 我今天不會問你說 昨天發生什麼故事 我通常說 你注意到落髮多久了 注意到落髮好像這一個月 特別明顯 好 我就會問你說 三個月到半年前 有發生什麼故事 因為落髮 我剛剛講到的 所謂它有一定的周期 當我們要回溯的時候 要回溯到三到六個月之前 那時候發生什麼的故事 而又發了今天 有像這樣子的落髮的一個產生 了解 所以不會明天就落髮了 很少是講 除非是受受到創傷了 了解 一些打到撞到等等 或是你真的化療了 化療 對 但通常化療也不會說 今天我們通常 今天給上藥 明天開始落髮 所以它還是有一定 會影響到 它的所謂的一個生長周期 它就把它Block掉 開始注意到 就要注意到它的落髮的一些產生 是 所以其實落髮的這個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學問 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頭髮必須保護好 我們才能夠保護頭皮 頭髮頭皮健康 才能夠保護頭髮 所以其實頭髮是在保護 避免讓我們的 避免讓我們的頭皮 直接受到外界的一些傷害 對 其實說就像我們 頭髮幫我們擋住 我們所外面的一些紫外線 對 這同樣的一些概念 所以頭髮的保養 其實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剛剛 曾主任有提到 頭皮也要滋養 對 那頭皮可以擦什麼嗎 平常的保養 沒有錯 真的 好有興趣 對 臉有所謂的臉膜 所謂的密膚面膜 其實頭皮也有所謂的一些 就是頭皮的髮膜 這些等等的 其實它髮膜不是只有在 髮肩可以買得到嗎 可以買得到 它裡面的話 其實最主要的一些滋養的液乾 像我們頭皮完畢 洗完畢以後 吹乾了完畢以後 其實吹不用吹到全乾 讓它還是有差 有一點點為濕 就是不用到太乾 可是不會臭嗎 但你太乾的時候 其實還好 其實淡淡 其實你洗完畢以後 所以頭皮要吹 不要到全乾 不用到全部完全乾 頭髮保有一點點的滋潤 其實是還OK的 因為這個水分的話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 可以增加它的吸收的一些概念 之後我可以在頭皮上面 也可以擦一些保濕的 一些成分的乳液等等 這些對你的頭皮的一些 還有外面會有一些滋養液 在滋養液裡面 可能會含有一些 所謂的生長因子 所謂含有一些保濕的因子 這些等等 這些也是OK的 但前提的概念是說 這些東西還是希望大家 能夠找到大的品牌 它這個品牌是能夠被可信任的 已經受過了很多的所謂的 所謂的敏感測試這些等等 因為他們才會有一些 這些研究的經費 去做更多的這些研究 了解 百大的品牌 然後萬一不適應了 其實再好的東西 有些人還是不適應 對 因為每個人習慣也不一樣 對 沒錯 使用也不同 沒錯 沒錯 萬一真的不習慣 萬一造成一些所謂的敏感的話 我們也追溯有門 其實如果你知道你的油性 或是乾性的髮質的話 家中真的建議兩款的洗髮精 沒錯 是交替來使用 對 交替來使用 看看今天的一些狀況 今天我如果注意到說 今天如果頭皮上面 它的油塊是比較黏在頭皮上面的 其實當你在那樣的狀況下 不要硬去把這個頭皮摳下來 最常出現的是在小嬰兒 小baby的時候 紫肉性皮膚也很多 對 其實小baby 黃黃的 其實這不是說我們大人的專屬 你說小孩子來了什麼壓力 其實不是 其實是因為他們那時候 賀爾蒙還不平衡 他們油水不平衡 在外面孩子又常常流汗 然後大家追追跑跑 這些的 它很多的油脂的分泌 它就會卡在這個頭皮上面 這時候不要去硬把它摳下來 這是要怎麼做呢 先去買一罐所謂的嬰兒油 嬰兒油 嬰兒用的油 在一般的這些所謂的坊間 都買得到 嬰兒油呢 先在我們洗頭之前 先用嬰兒油在頭皮上面 先做一定的massage 按摩 讓這個油留在頭皮上面 你幫它戴一個所謂的浴帽 好 就讓它去玩一下 沒有關係 至少隔個半個小時 我們再來做洗頭的動作 就會下來 就會比較容易 因為油才能夠包覆油 才能夠把它抓得下來 所以絕對不要去硬摳 因為你覺得 好像我只有把油摳下來 所以你水打濕還掉不下來 所以水便沒有辦法溶油 對 當我用油包住油的時候 把它溶解掉了以後 這時候我再用水來沖 這時候比較容易脫落下來 那如果像油性的那種頭皮屑的話 你就是說要買控油的 對 沒錯 抗血洗髮精 抗血洗髮精 可是我可以一直用嗎 沒有問題 除非是說我今天已經控制到 今天最近比較沒有這種油性的 這種所謂的頭皮屑產生了 我就用成中性的 像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小baby也是一樣這樣做 好 千萬不要想說 把家裡的洗髮精一瓶用到完 是 要看一下當下的狀況 其實因為身體的體質啊 環境啊 改變 溫度的改變 壓力的改變 就會造成皮膚的膚質隨時在做改變 所以真的覺得自己的狀況已經嚴重到 真的要來看醫生是什麼樣的時機 你覺得應該要來看醫生 很多毛囊嚴了 然後下一次一直在抓了 有些人抓到流血了 或甚至到說這個頭皮看上去 像前面這邊都開始放到泛紅了 了解了 這種狀況就一定要趕快 其實不要走到這個狀況再來 真的不舒服早點 其實真的你有男子癢的狀態 你用了抗穴了也不能止癢的 真的就來找皮膚科醫師 沒錯沒錯沒錯 尋求一個評估跟解決 沒錯沒錯沒錯 今天真的很謝謝曾子佑 謝謝 我想不管你使用任何的洗髮精 或是去穴的洗髮精 真的用了一陣子症狀不見了 改善了 我們就可以換另外的中性的洗髮精 如果真的都沒辦法改善 趕快前往皮膚科 尋求專業醫療人員來幫助我們 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心事祝您健康平安 那我們下次再會